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is is a fish track 有一些河 It's made of bamboo and train 它是用醉菜 It's different tracks for different fish 無想通的好味 是用無想通的問題 Gipo 古阿伯來 和我們介紹 Cell Gage 我們學家文化的東西 我們要用這個 用這個 的鼓氣 的勇氣 要用這個好味 一開始我們會邀請在地的騎老 請他們介紹一個客家文物 或是客家的景點 講完之後 接下來學生就會用客語跟他問答 然後接下來我們的英文老師呢 因為他完全聽不懂 甚至只有他慢慢學客語 知道一點點 然後從外國人的角度 他就會去發問他想知道的東西 然後也讓孩子知道外國人在想些什麼 他想知道些什麼 當我們用海獎 什麼 我們怎樣cho 用雲 Merci 你跟鱼兒很有忙給你做的 刮刮用紅的啦 拿來炒 炒得香香 拿翻筒的炒到紅的 滷滷滷滷滷 都做了一粒一粒 他說 We use rice made like a dumpling and use yeets leaves leaves 我們這個斑的確是用 選修的方式 那所以有心要來的就收 我們不限他的英文程度 也不限他是害羞不害羞 所以我們不會挑 我們挑的是以孩子想學想進步 如果讓孩子去看到原來講母語 是這麼的榮耀的一件事 就是認同這件事的話 我覺得孩子會願意慢慢開始講 以前會覺得客家人就比較笨比較笨 就是東西都感覺比較落後 但是越看到一些物品之後 覺得其實客家人還蠻聰明的 接下來第二步驟就會帶進我們的課文館 或是到社區去 然後就開始直接上課 然後剛剛那個齊老所講的一些話 小孩子用他TT22的broken English 然後就可以跟老師溝通 那老師如果再聽不懂我會試著做 用客語的方式跟他們做溝通 所以我的角色多半是客語 然後外師用英文 你叫什麼東西啊? 好喔 好喔 要用Armstream 鬆油 水的鬆油 水堆鬆油留好來 然後就做面香 鬆油 那水是不是留在那裡? 是 好 這樣就做點尿頭的胸部 做出來 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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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耶叫什麼啊? V 如果我去一個餐廳 我會說 嗯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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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一個典範 給孩子說 原來學一個新的語言 都會是這樣的一個過程 在犯錯中不斷地成長 好 孩子就開始要用Outline 就是開始把那個重要的字寫在黑板上找出來之後看著它就要說出來 這樣就不會說用死輩的方式 好 所以我們強調不給它整個句子 只能看班字或片語 然後再說出來之後看著它就要說出來 自己講出來 有好幾個小朋友剛開始之後一句話都不講 因為他們害羞 然後他認為 喔這個外國人要寫可笑話 我自己寫英文是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他們會慢慢的習慣跟我講話 然後Baits smell good Oh the baits smell good to the fish 嗯 因為我看到這裡的老師是外國人 所以我就想加入這個色頭 因為老師他們會用客語還有英文教 老師很有趣 然後上課也不會說很死板 我這樣對他講主的原因 講他合作 這樣第一次 他在背後還有沒有的輕容模擬 不過每年時才用兩種發作的 一種那嚟馬 idiots 英文 但是工人織的花 然後我們就提供 五公八戒奶湯池 它是水中三個半的水 用了超過十年 比宗的用潮溝生涯的時間 不同的食物給不同的魚 毛鮮蟲的口味用來 尿毛鮮蟲的肚子 然後練習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會分組開始做書寫跟討論 然後因為要寫下來的時候 學院開始就會有很多問題了 怎麼拼啊怎麼寫啊 然後就開始會問外國老師或問我 然後我們就開始在 英課語的環境裡面 孩子自己依他的程度寫出自己的一篇 七分之三 表達得漂亮地歸 我們在做一個旅行 需要兩天或兩天 一天或兩天 不曉得兩句話 就說兩句話 不曉得兩句話 不曉得兩句話 就說兩句話 所以一句一句下去 沒有時間 加油喔 加油喔 翻船的翻船 做成翻船 每一個孩子的分享 就是你上來你知道學到多少 你就講幾句話 可是可以看outline 可以看那個單字啊片語來講 沒有關係 那我們可能三句我們就給他 big hands 然後如果他程度是很好 我們就會鼓勵他多一點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評量方式 因為那個客家文化 不單只用客家話講 英文化也可以講 所以非常多元化 我以前客家話 因為在家很少說 我來這邊比較常說 現在比較熟練了 之前站在台上 就是會都很怕 然後之後有慢慢練習過後 就是台風也比較穩健一點 每週四我們客家日的時候 我們會每一班 抽一位學生上台 然後進行這個課語的解說 那我們鼓勵同學程度好的 是可以上台 完全用背誦的方式 那程度比較稍差的 希望他至少可以看著稿子 把英語的部分朗讀出來 我可以拋開課本 因為課本就是我周遭的生活環境 就是我平常說的客家文化 我心想要自己喜歡的 你會有什麼大學的那種 自助難 以整個的那種法 叫自助難堂 因為我們在沙團地北 學習到街道東西 所以我希望 參加我們三期的法通 我們沒有要訪貼之 我希望參加一個法通 可以跟學校學到的同時 跟努力的研究 然後我就覺得我們的孩子越來越棒 因為我只要一廣播說 有沒有人想要參加黃碟劑 志工服務的 哇 就五六十個孩子會來報名 那明明我們的社團可能才二十個 二十幾個 可是孩子會受影響 看要變黑人呢 人特別有週末的事情 那麼多人 我們要看得到 你看看鴉片有該多好處 參加這個社團之後就發現 其實自己學習客家話 唸客家話 還有使用英文 其實都不是這麼的困難 其實只要有環境 有動力 其實都可以講得很好 那很棒 什麼是製作的 製作的 橘子、橘子、油 當然 解說志工 所以可以用英文來跟外國人介紹 或是用國語跟外國人介紹 我們的客家語 有客家鄉親來 就用客家語去介紹 是非常棒的 而且重點是找回母語這件事 這些小小的導覽員 到後來甚至是變成我們社區的一個特色 一個特色 那很多人可能也會 指明希望說是有這些導覽員 來幫他們做一些解說 我們會想把這些東西發展在美農以外的人 甚至是台灣以外的人 讓大家都瞭解美農這些傳統的客家文物 我想我們老師最重要的是在乎 孩子要不要學習 肯不肯學 然後是不是很喜歡學習 然後呢 重視它的過程 而不是那個結果